大家好 大家關心呢 這個颱風會不會生成 的確很有機會 在這一兩天內 就有機會變成17號颱風塔8 預計呢 他是往北走當中 禮拜六的時候 最接近到台灣附近 那距離遠近是一個關鍵 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不會直接影響到台灣 但是外圍水氣會接近 禮拜六的時候要注意 到禮拜天水氣比較多 北東迎封面偶振雨 那台灣呢 還是持續東北風的天氣 那今天來說的話 雲林已經有些風吹沙 這兩天中南部的空氣品質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位呢 16號的瑞典小女孩 到了美國之後 引發國際很大的矚目 她去見了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各位知道 這個全球的氣候變遷的 巴黎協定 這個歐巴馬呢 幫助了很多 不過呢 現在美國換了總統之後 整個大反盤 要退出巴黎的氣候協定 那這個Greta呢 她也受邀到美國的國會演說 她說了一句名言 You are not trying hard enough Sorry Paisé 你們都努力的還不夠 需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這個呢 也希望點醒了現在掌權的大人們 有權力的人 能夠重視氣候變遷 希望他們聽得到 因為呢 禮拜六開始 等於是又有一系列的活動 到下禮拜都是氣候變遷 氣候罷客 請大家多關注 那這幾天呢 要關心的就是這邊 我們有一個熱帶性低吸啊 正準備要發展成颱風 它距離台灣呢 大概東邊呢 大概有八九百公里的地方 很近啦 不過好消息呢 是我們這邊呢 預期呢 它會直接慢慢的往北走 我們台灣呢 這邊大概還受到 東北風的影響 那它往北走當中呢 由於它距離台灣很近 所以外圍環流呢 恐怕遇上東北風 從北東影封面還是偶陣雨 所以禮拜六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雨勢喔 蠻接近的 它大概是往琉球方向 這個往北走 往日本方向前進 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呢 天氣呢 會轉為有陣雨型的天氣 所以外來這幾天 各位有沒有看到 北部影封面還是偶有陣雨 六日可能會稍微多一些些 六日 那中南部呢 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因為今天在這個雲林 風吹沙 已經到達所有族群 都是有害等級的水準 所以這幾天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然後那個熱帶性地氣 可能變成颱風 六日 可能對我們台灣有些 外圍的影響 要稍微留意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喜歡我們的天氣 拜託請大家分享 按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謝謝大家